梦幻第一妖 和母肚之水美眉 说起盘丝洞多以封印和控制为主 比不上大唐三刀来得更洒脱 盘丝限制只有女魔能加入 多以女性玩家为主 如果是男性玩家加入 就会被称为妖 今天就来说一下 被称为梦幻第一妖的和母肚水美眉 也称水妖 故事便从这里开始了 让我们回到2006年5月16日 官方放出天命之战资料片 开放了五神坛和生死节两种玩法 其中生死节分为九关 每过一关难度成倍增加 当玩家看到通关生死节奖励后 像打了鸡血一样的兴奋 通过生死节第九关后 便能获得150帖或书 当时头部玩家已达150级有一年之久 但携带的装备仍是130或140级 至此引得无数玩家不断挑战 直到2007年1月 以珍宝格十丈红尘和至爱宠儿带队 终于将生死节八关踩在脚底 他们成为了第一个看到第九关boss 孔雀冥王的队伍 经过一年的沉淀后 在2007年12月7日 和母渡传出爆炸性的新闻 一个名叫水美美的玩家 通过了生死节第九关 他使用特技诅咒之商 将怪物血量削至5000 配合尸驼连环机 加大唐横扫击杀小怪 同时以喝酒来保证愤怒 使用金钦 四海 罗汉等保证血量 活生生地给孔雀冥王耗死 当时消耗的药钱和酒钱 甚至达到了2000万 于此他成为了全梦幻 第一个杀过生死节九关的玩家 让游戏打开了150级装备的大门 同时水美美的名字 永远载入了梦幻西游的史册